女性对于月经都是相当熟悉的,是一个月来一次,而且时间基本上是差不多的,可是有些人因为平时不注意休息,过度疲劳,最后发现自己该来月经的时候不来,该走的时候不走,这在衣服上叫做月经不调,很多人对于月经不调,有这样几个错误的说法。 1. 生理期不固定,就不正常,其实正常月经包括三个要素,周期21-35天,经期2-7天,增量30-50毫升,只要月经在上书范围内,就是正常的。 2. 生理期三天就完事,影响当妈妈,通常只要在二到七天内,都数正常,只要月经周期正常,单纯的月经量少不影响怀孕,热疗,是一切生理期不适。 3. 热疗的作用在于增加局部血液循环,减轻对账,但不适合所有女性。 4. 痛经吃止痛药就好,这种说法没有科学意据,吃太多甜食不但无法消除生理周期综合征,法门可能造成血糖不稳定。 4. 家庄不适,母女经济感受相似,月经初潮的年龄可能遗传,但动静遗传并不是很明显。 7. 结婚后,痛经就会自然消失,另外文献报道,怀孕生孩子确实能为一部分女性的痛经花扇中指幅,其原因主要是怀孕引起的一些交感神经的改变,但不是所有女性都有这个好运气。 2. 生理器不宜运动,可以做散步,柔弧的体操更精快的运动。 经血颜色深,有血块,代表有妇科病,血块可能是因为有作,经血不能及时流出而凝结成的,颜色也由此变身。 对于月经不调的可以这样调理。 那么月经不调要怎样预防呢? 1. 保持精神放松。 女性长期心情抑郁,都会导致内分泌调节功能紊乱,从而引起月经不调。 2. 注意营养调节。 2. 一些女性为了减脆促身,她们会盲目地结识减赤和抵制之类食品,会导致体内脂肪补充不足,使得体内大量脂肪和蛋白质被消耗之后得不到恢复。 从而引发月经不调,必经等情况,拒绝烟酒。 月经不调容易在经常吸烟和饮酒的女性中出现。 据统计,经常参加接待验理科习惯抽烟的女性,比起其他女性化月经不调的几率更大。 奋斗时,别忘了保重身体,不要拿健康去换取财富,家人不要你多风光,她们只想你健康,愿你我都能做一个健康生活的人。 从此花开静好,岁月又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